诸位大德同修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我们这几节课一起学习 第十规 性的部分 这个性质 有信用 信任 威信 跟性质可以连在一起的词 都可以让我们感受这个性的含义 就像我们上一节课提到的 见人善即施起 众去远已见机 见人恶即内省 有则改 无家境 有这样品性的人 一定很赢得他人的信任 当然他自己也会越来越有信心 性为道元功德母 这个信心要保持住 我们就在正念当中 这个信心保持人生功德 我们看我们有信心去做很多事 都做得很顺利 都做得很有方法 很有灵感 没有信心 没有信心的时候 好像就心情低落 也没什么方法出来了 所以这个道的源头 是信心 当然信心 我们不能建立在 外在的条件上 这样变成跟人家比较了 这个是攀比了 古人提醒我们 人比人 气死人 那我们想一想 假如我们的学生 产生攀比星了 他以后的人生会幸福吗 我们常常思考这些问题 就会觉得 叫做人做事重要 因为影响孩子的一生 那我们常听老师 那我们常听老师上讲听说 信为道源功德母 那主为忍者 那我们帮学生建立信心的没有 建立自信心的没有 他没有信心 他可能都在烦恼当中 所以老师上讲听老师上讲听就说了 鱼痴的核心是怀疑 你看这都是老师上的法语 这些法语都在指导我们 怎么自爱 怎么爱人 孩子的信心没建立起来 他会怀疑自己 怀疑是鱼痴的核心 鱼痴做主 那只有都在烦恼当中了 不知道我们有没有留意到 现在的学生 是越来越笑得出来 还是越来越笑不出来呢 我们有仔细去观察 这个都会触动我们 教学的使命 因为摆在我们面前 我们不忍心 看这样的事情继续发生下去 我有听教育界的同仁说道 现在他是教高中 他说没有一般学生 没有忧郁症的 我们以前念高中的时候 诸位忍者 你们有没有同学得忧郁症 有的请举手 那时候就有了 不多 但是你看现在 好像这样的现象越来越多了 我们是教小学 高中出现这个现象了 其实不是高中才出现的 他整个成长过程 其实他都表现在脸上 我有时候观察小孩 他一不跟你讲话 他也没有观察到 你在看他的时候 才十来岁的孩子 脸上透出一种忧郁 情绪 他那么小的年龄 情绪就有障碍了 假如都没有父母老师去疏通他 他唧唧唧唧唧到某一个程度 这个忧郁的状况 就会呈现出来了 所以我们教育当中 这个理据学习讲 静于未发之未愈 预防法 那我们互念自己 跟互念学生 我们就能防伪杜剑 不让问题发展壮大 在细微处 就把它处理掉了 我们要培养这样的洞察力 那一天看到一个 十四岁的女孩 瘦到三十公斤 又忧郁了 看到那个照片 心痛 假如那是我们的亲人 我想我们会尽全力 来协助他 那我们是学大臣佛法 愚诸众生 示弱自己 我们绝不希望 我们自己的学生 我们小学教他 到了初中 到了高中 听到他们有这些现象 我们心里也很心痛 但是假如在小学期间 他的信心建立起来 他的人格健康 就不会有后面这些情况 孔子这一句 见义不为 无永也 其实 我们现在 该做的事 不少 一所单为的事情 不少 假如我们听到亲戚朋友 有人有忧郁症 我们不去帮他 我们心里 良心上 会有不安 我们传统话 教导我们 树道 这个树字 如其心 是树 中树 为道 不远 我们要契入人道 契入慈悲 我们先要立行 中树的存心 所以大学说 立行 敬乎人 而这个立行当中 很重要的一点 实施 中树的存心 树 感同身受了 真的 有一个孩子忧郁 他全家人 都担心的 可能工作 睡觉 都不是很安稳 全家人 受累 像 这个陈德自己 我也很容易 情绪障碍 我考试 都睡不着觉 你看得失心 好重 考个试 全家人 都陪我紧张 后来考不好 很伤心 我印象很深刻 大学成绩出来了 在房间里哭 我从小不是一个很乐观的人 但是 真上远很好 父母 得失心非常淡 我这个 好胜心太强了 结果 我父亲上来 笑着说 哎呀 没什么 再考虑你 就好了 我父亲讲 我觉得 我继续哭 好像有点 怪怪的 大惊小怪的 你看这个真上远 对人的影响 非常大 所以我这种好胜 被父母的处事 一点一滴 慢慢磨掉了 后来又遇到老和尚 哇 这个真上远 更厉害 把道理给我们讲清楚了 礼得心安 别干那个 跟自己过不去的事了 你在那得失担忧 于事无补 身性因果 预知将来结果 只问现在功夫 你现在好好干 担心未来的事 紧张干什么 哇 后来遇到师父 再去考试呢 不用吃 这个镇定剂了 考试前一天 睡得都挺好的 那天遇到一个 初中生 我现在遇到这个 初中生 小朋友 我都主动跟他们交流 为什么呢 因为我太久没有带小孩子搬 怕我这只刀已经炖掉了 要去磨一下 因为这些年 跟大人互动交流的多了 跟他们谈谈心 那他们的生活里面 要关心他们的健康 都是长身体的年纪 我听一些父母家长说 现在孩子学习 坐业都要写到十一二点 早上五六点就得起床 长身体的时间都熬夜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我念初中的时候就常常熬夜 身体的基础就没有打好了 孩子在青少年时期 他睡好 吃好 体魄建立起来 用一辈子 不管他学业 事业 家业 道业 我们看得看深 得看远 不能只看眼前 所以我们当父母老师 不能看到这个现象继续存在 本来你让他十点半岁 五点起来 早点起来 不要去伤到身体了 包含在这种因缘当中 要分析给孩子听 你不要得失 不要紧张 你看我笑笑地问他 你感觉感觉 你是很有得失心的时候 很紧张的时候 考卷能做好 还是比较放松的时候 还是比较放松的时候 我说你有没有听过哪一个成功的人 是因为他初中的时候 数学考了100分 物理考了98分 他想了一下 好像没听过 我说你这些学习 尽力就好了 不要紧张 不要得失 这跟你人生的成败 没有太大的关系 不要挂爱 我以前读书的时候 没有老师跟我聊这个 只有老师告诉我 错一分 退步一分 打一下 你说我能不更紧张吗 所以我们教育 真的要关照到孩子的心 不能只着在分数上 也不能只着在他背多少经 他听了多少经 不能只着一着 我们就不是用真心 因无所住 行于不失 你教孩子就是法不失 你要成就他 但是我们要因无所住 就是不能出现执着点 我们的心上 感净度了 有助了 这个心教的内容 首先还是感受到的 就是感净度 甚至感受到的 就是一种要求 要赶快都给我记起来 考试会考 不能退步 这个教育是什么 心与心的传递 我们说传灯 心灯在传 我们是柔软的心 爱心 智慧的心 慈悲的心 在传给学生 还是浮躁的心 强势的心 控制的心 孩子是我们的 我们的一报 随着我的心转 随着我的正报转 所以我们从事教育 最重要的是 护助我们的心 不让情绪做主了 不让我们的贪嗔吃慢 做主了 我们能用真心 讲的每句话 甚至一个表情 都能软化孩子的习气 软化孩子的固执 我们不要小看孩子 你看他年纪小 有时候他比我们还敏锐 谁真心对他的 他心里很有素 那这个素道 感同身受 愚珠颂生 视若自己 我记得老和尚也讲过 我们身在这个时代 是不幸 也是幸 不幸在哪 文化危急存亡之秋 天灾人祸 很平减 信是什么 信是这样的大时代 不会让我们 只是在人道当中 享福报 每天就是享乐 过日子 因为我们看到了众生的苦难 因为这样的现象 社会的情况 把我们的真心 慈悲悲心 悲悲心 看不下去了 不能袖手 旁观 人在无死结的轮回当中 能真正发起 慈悲心 菩提心 那整个轮回的黑暗就亮起来 一灯彩照 千年之暗 去除了 自己的人生 世界量 更重要的 我们用真心 用慈悲心 很多学生 很多跟我们有缘的人的生命 可能就会从此点亮了 我们教孩子 弟子归 做人做事 是非善恶 邪正利害真位 他会判断 一个初中生 他没有建立起这个判断 他能不受同才的影响而堕落吗 所以教 做人 做事 刻不容缓 要教现在的学生 我感觉 比较以前的学生难 现在的学生 专注力 比较弱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察觉 所以我们教学的热忱 教学的方法 技巧 都要不断提升 才能把学生的注意力 吸引过来 大家听陈德这么一讲 好辛苦 转个念头 学生让我很锻炼 把我锻炼的 我有好几把刷子了 力士练心 我们的潜能都被学生给练出来 我记得 我第三年教书 刚好那个老师 我是代科老师 那个老师教了四十年了 最后一年就退休了 这个班太厉害了 有四大天王 教的他 半个学期 实在成不下去了 最后提早退休了 刚好我的 师范学院同学 打电话给我 当时我告诉澳洲金融学院 回来 因为迟掉工作了 再准备回来考 同学把这个情况给我说了 说还有一个学期 你愿不愿意来做代科老师 我当时听了 我就马上答应了 古人说 不入腐穴 焉得福子 没那么严重了 就是感觉 你看这个不是我们去求的 早上来的 可能就是我们的缘了 其实也蛮欢喜接受 因为这个李秉兰老师说 困难越大 功德越大 欢迎困难 欢迎困难 后来接这个班 真的不简单 我连教室都不敢离开 因为其他的老师进来 我不在那里 这课很难上 我得紧迫盯人 所以很多同事都不认识我 因为这个办公室我几乎都没去了 结果丁了 可能应该有一两个月了吧 每一天 每一天 这个 骑着车上班 就想 今天这四大天 会出什么招 就在那想 当然那时候应该多念佛 那时候认知不到 念佛了 心里都是佛号 遇到事 你就有灵感了 那时候听老上讲经还不够 老上说 用真心应对一切境界 自自然然 都不用想 真心就是 佛号能保持在心中 没有忘念进来 真心 学生一问什么问题 你就有灵感了 学生出什么情况 你就知道怎么处理了 这个我们从老儿上身上 看到他老人家的表演 心地清静 生智慧 遇到缘 谁问谁答 跟李济学习讲的一模一样 扣之小则小明 扣之大则大明 跟敲钟一样 这样的功夫 每一个人都达得到 只要我们依照老上的教诲 我们这样去下心地的功夫 佛菩萨对每一个人的加持 是平等的 诸位同道 你们认同吗 真的认同 那就不会起烦恼 阿弥陀佛对他比较好 起这个念头也叫烦恼 我曾经遇到一个长辈 他有一天就跟我说 他说阿弥陀佛比较疼你 我一听 我说你这句话会下阿弥陀佛 他说有这么严重吗 我说你这句话叫 侮辱阿弥陀佛 你这句话是阿弥陀佛偏心 阿弥陀佛平等慈悲 同体大悲 你居然说他对我比较好 你看人很容易相信自己的感受 相信自己的看法 不相信真理 不相信佛菩萨 当我们心情比较不好的时候 人生比较低潮的时候 你觉得佛菩萨的加持公平吗 其实是绝对是公平的 为什么感觉不到 我们带着情绪就形成障碍了 带着怀疑形成障碍了 想加持 加持不上 成德自己 有观察自己的修学的过程 甚至于观察什么 观察没有学佛以前 人生过程 太多显向还生的 那种情景的时候 没有掉下去 决定是佛菩萨明明中的加持 甚至于自己烦恼习气 很赤胜的时候 都没有恶缘出现 我无始劫的 冤亲在主这么多 怎么会在那些关键点上 没有现前 那决定是佛菩萨加持 我自己想到 惭愧 感恩 然后我自己也观察 他身边的修行人 大家修学的过程都有起伏 甚至于都有情况很不理想的 可是他身边随时有贵人要帮他 他拒绝了 他封闭起自己来了 所以一定都有佛菩萨在等待时机 可是我们的念头 假如都随顺情绪了 他想帮 帮不上 自助者天助 自救者天救 自弃者 自己放弃自己了 佛菩萨帮不上忙 所以我们自己体会的身 我们绝对不犯 怪罪佛菩萨 这样的故事 佛菩萨是生生世世 随主于我 心无战舍 没有一刻离开我 他们的同体大悲 随时抓住机会 哪怕我们念一声佛号 他就借由这个机会加持我们 我们起一个善念了 他赶紧加持我们 我们愿意去做一件善事了 加持我们把这件事做好 佛法的真相 也是要靠我们自己 用心去体会 用心去观察 就像我们一起学习地质规 我们太多句经文 我们都会联想到 老和尚的行语 那这我们要会观察 老和尚 生日 释迦摩尼佛 涅槃的日子 在启示我们什么 佛菩萨没有离开我们 你看都在启示我们 都在表演给我们看 佛法 传统话 怎么用在生活工作 处事待人接物 真的就跟金刚经一开头 佛话都没讲 就把六度万恨给我们表演出来了 虚普体会看 痛哭流戏 稀有四尊 六度普贤行 就在每天的生活里面 我们善于观察 刚刚跟大家提到了 我当时戴这个斑 戴了两个月左右 有一个学生 读书很优秀的 也很乖 一个小男孩 他走到我书桌前 笑着跟我说 老师老师 我们班那几个同学 现在乖很多 他们都说到 今天到学校 不知道老师要出哪一招了 我当时一听 不敢笑出来 还是装着 不能卸得底了 是吧 我想说我每一天 要去教书 想说 今天他们又要给我出哪一招了 这个教书 跟我们当时看布袋戏一样 诸位老师 你们好像小我 好几岁了 你们看过我们台湾的布袋戏吧 台湾布袋戏那可是世界一绝 你看我们都是从里面学忠孝结义的 你看两个高手对招了 有没有注意 这个对招谁输了 谁先沉不住气 谁就输了 谁先宝刀一亮 这个人就输了 他太浮躁了 他一出招了 他就破绽出来了 沉不住气了 所以我们面对学生的时候 就是在考验 不动气 你不动就不会被他转 你不被他转 他铁定被你转 我们面对一切境界只有两种情况 要不被境界转 要不境界被我们转 这个佛经 佛经与生 这每一句话 它很有味道 你看刚刚我们一谈 谈了四十分钟了 就从这一句 性为道元功德母 谈到现在 还没谈完 这句话 把它用在我们的工作 延伸开来 怎么建立学生的信心 你开始思维 善巧方便出来了 帮一个孩子 建立起一生的信心 功德无量 他少了多少烦恼 任言经说 若能转悟 则同如来 大臣经教 跟我们教书有没有关 有关 我们转悟 不被悟转 不被境界转 大家体会体会 我们论这些 我们论这些大臣经教 论到最后 怎么做 一句 阿弥陀佛 不然就白论 你说好 我知道了 不被境界转 怎么做 心里很想 不被境界转 每一次都被转 对啊 六字统设万法 妙啊 你看 白法明门论 法相为适中 强调什么 转世臣臣 谁都知道 要转世臣臣 怎么转 不用分别 不用执着 理上 理论都知道 咋不用 抽刀断水 水更流 举背交愁 愁更愁 知道理论 使不上力 念阿弥陀佛 念的时候 一切莫管 字句分明 平平常常 老实念句 当下 就转世臣臣了 这大臣佛法 就是当下的生活 当下的一念 念佛是这样 处理事情 也是这样 也是转世臣臣 在处理事情的时候 把自私自利 在做事当中 放下来 转世臣臣 处事时 扩兰而大功 夏老师 开解的 让我们知道 怎么用心 大功无失 其实我们修行人 越修 观照这个心念 越来越敏锐 我们这个心念 只要跟自性 不相应 我们就马上 感觉不舒服 观自在菩萨 观自己的自性 在不在 我们去感受 自己自私自利起来了 就会感觉 这个不是很舒畅 可是又忍不住 又想要偏袒一下 自己的人 你在整个做的过程 都是不自在的 能察觉到了 赶紧 马上就放下他 而且 这才是真正 为自己的人好 你随顺自私了 他就学到自私了 你随顺大功无私了 你对你的孩子 真爱 他不会随顺烦恼吸气 扩兰而大功 勿来而顺应 事情已经过了 不要放在心上 记取教训就好了 不要过去的事 一直在心里面萦绕 心都定不下来 未来勿将迎 未来还没到 不要担心 坦坦荡荡 君子坦荡荡 从前种种 譬如昨日 从后种种 譬如今日生 见空恒平 见 见就是静子 用心如静 恒平 恒 权恒 都是要公平 你看秤东西 那个权 要公平 不能有私 这就第一念 所以大乘佛法 就是我们当下的心念 就是我们当下的工作生活 我们能这样去用心 老和上说的 学佛是人生 最高的享受 你今天去处理一件事 整个过程 大功无私 处理完 你是痛怀 顺着性德 有法喜 问心无愧 所以古人留了两句话 大乐莫如 无愧做 最大的快乐是什么 没有对不起良心 养不愧于天 辅不作于人 所以我们修行 越来越敏锐 我们一进佛门 第一件事 就是三皈依 皈依自性绝正境 我们皈依性德 就是自性的起作用 所以观自在 是观自性在不在 就是我们三皈依在不在 我们从入佛门 从出发心到如来地 从一皈依 张家大师比喻的 就像坐了火车 那个三皈依 就像那个火车票 拿在手上 没有离开了 假如这个 火车票没在手上了 这个检票人员一来 不好意思 没票 请下车了 就不在道中了 都放在心中了 三皈依都放在心中了 我们 处世带人 就我们用真心了 所以老法师这句法语 学佛最重要的 用真心 老和尚讲的法语 当中有最重要的 这些句子不能忘记呀 已经给我们 画了好几个圈圈了 好几个星星了 这个不能再掉以轻星了 我们忽略了老和尚说 最重要的 这些法语了 就辜负他老人家的 良苦用心了 学佛最重要的 扩宽心量 学佛 首先学吃亏 不要跟人家计较 我们跟着师长学习 首先老人家指导我们 人生的意义在哪里 我记得 听老上讲 你们年轻人发发心 人生 几十年 很快就过去了 不能白白来世间一遭 总要做有意义的事情 这些法语 像提福灌顶一样 从头部这样流入 我们的身心 第一次规 你看这 前面 我们刚刚念的 这几句 这就是老和尚指导 做善财同质 见仁善即施期 见仁恶即内行 任何境界都是 变成成就自己的 真上缘 我们塑持地止规 这几句经文 我们就慢慢过上 人生最高的享受 每个人都在提升我们 怎么会不快乐呢 我们往往会不快乐 就是被人给卡住了 被事给卡住了 比方说见仁善 心里有一点酸酸的 就卡住了 你马上一转 水洗功德 输菜 不然那个嫉妒心 放了两三天了 连食欲都会大减 吃饭也不怎么香了 不要自讨苦吃了 随顺烦恼 苦日子就来了 苦日子就现前了 所以学佛 学至爱 别跟自己过不去 见仁恶 就跟他对立起来 就卡住了 还得骂他几句 口业就出去了 而且功德领都烧掉了 那何苦呢 佛法管用 地质规管用 经典管用 是真的不是假的 我们念到下一句 唯一德学 唯一才艺 不如人当智利 因为我们的人生追求不一样 老婆上说 总不能白白来世间一朝 我还没听老婆上教诲的以前 人生干嘛 happy 一放假了 到哪里happy一下 我前两天 遇到几个小朋友 一个十岁 一个十一岁 一个十四岁 我去接触这些小朋友 磨磨我的刀 不然到时候 面对这些小朋友 我都不能讲契机的话了 那我就有助了 常常都跟大人交流了 助在大人的姻缘里面 姻缘一变 跟小朋友 不会讲话了 所以要练因无所助 老少咸鱼 是吧 跟老人家 跟任何年龄层 我们都能马上调整到 他们的语境 他们的年龄层的生活状态 像有一个十四岁的孩子 他说 这个打电动玩具 没啥意思 去唱那些卡拉OK 没啥意思 我马上对他肃然起敬了 你的善根比我深 我在他那个年龄的时候 都跟同学去上卡拉OK 还花了不少钱 有一次去唱卡拉OK 还去露营 结果还租了摩托车 摩托车丢了 每个人赔五千块钱 我当时候只觉得倒霉 不知道是佛菩萨在加持我 慧根不够 什么天气去的呢 台风天 照去 照了夜了 父母在家里担心 年少轻狂 不懂事 所以这些小朋友 我们一接触 称赞如来 顺着跟他聊天 给他几句 共养 广修共养 顺便也忏悔自己的业障 卡拉OK唱太多了 好 所以说到这里 能清人 无限好 我自己没有清净老婆上 已经不在这个世间了 照夜早都照着夜报现前了 我人中很短 结果呢 我上一次跟大专生上课 有个大专生 一听完我讲 人中很短 他就开始担心了 什么啊 我的人中很短了 哇 阿弥陀佛 所以诸位 诸位大德同修 我假如讲了哪一段话 讲完之后你很烦恼 你一定要告诉我 这不是我的本意 我跟大家分享 是希望帮助大家 放下烦恼 放下分别执着 大家一起切磋 这是我的目的 假如让你升起烦恼 绝对不是我的本意 那可能你也领会错了 可以给我feedback 给我反馈一下 所以人消极的时候 听什么都跟消极连成一起 所以自己的性格 我们性格要先调整 调整到积极 要positive 不要negative 面对什么事情 积极 为什么 事事是好事啊 烦恼及菩提啊 老上是学华言的 我们跟他老人家学 要越学越像 华言是 事事无碍 境界是不可能障碍我们的 我们现在假如 面对事情觉得 难了 行不通了 是什么 是我们的念头是障碍 不是室友障碍 逐密不防流水过 山高起爱 白云飞啊 你山寨高 我白云不执着 是吧 你长在前面 没关系 我走 这里就走了 不爱白云飞啊 就像有一次 有一个同修啊 见到老和尚 就跪下来 老和尚 今天你不帮我圆顶啊 我就不走了 老和尚看着他说 好 你不走 我走 大家注意哦 这个同修啊 这么跟老和尚说话 妥不妥当啊 这叫强迫自己的老师 我们别干那个强迫老师的事情啊 现在我们这个年代 生长的背景 小家庭啊 不知不觉呢 爸爸妈妈爷爷奶奶 都要随着我的意思转 都要顺我的意思 我喜欢吃什么 大家都得吃什么 我喜欢玩什么 大家就得跟着玩什么 习惯了 你真正遇到老和尚这样的善知识 遇到好老师了 这个习惯有没有改 你不谨慎关照自己啊 这个习惯还在 要老师顺着我能接受的方式 来带我 来教我 那个都是自我中心啊 还是很强的 老师给我们讲半天 对了 但是 那就出来了 随顺圣贤佛菩萨教会 不随顺自己烦恼习气啊 所以善财童子 你看参每个善知识 都是恭恭敬敬的 随顺善知识教会 所以他每参一个 他境界就提升上去了 所以这个价值观转了 不然整个社会的氛围 功利主义 享乐主义 老师上讲经的时候说 在现在这个社会 他不学圣教 不堕落 再来人 太厉害了 你不是再来人 怎么可能不染呢 所以 我们当老师 把五千年文化 让孩子能接上这个缘 真的是跟魔王在赛跑 魔王很厉害 掌握机缘 现在魔王 真的是魔高一丈 魔王用什么工具 用电视 现在更厉害了 用手机 我们不教孩子 怎么用手机 或者别用手机 一个一个都被魔王给俘虏了 一个都逃不掉 所以我们真的是处在大时代 你现在真正要去利益众生 那个慈悲心真的会发出来 那个耐心真的会磨出来 只要我们那个 为学生好的心没有退 整个潜能会激发出来 这就是这个大时代 对我们的成就 我们随着这个世 随世菩提心 发出来 往生 上品 中品 下品 都有八个字 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 菩提心 菩提心要发 而且要保持 我们 这个利益学生的心不退 佛菩萨 的慈悲心 就跟我们融成一片 就加持上来了 我们一生烦恼了 佛菩萨加持不上 魔会加持我们 会搞得我们忍不住脾气 在学生面前发脾气了 前面努力的退回去了 所以 金刚经特别讲两个六度 这两个是关键的 布施 忍入 布施 是放下 是奉献 利益学生 利益众生 布施 福会增长 真的 利益人的时候 为什么会会增长 利益人 自我就缩小了 自我一缩小 烦恼轻了 智慧就长 所以真的布施的时候 福会双胸 佛就是 布施圆满了 所以福会恶足尊 而忍入呢 忍入能保持福会 一切法 得沉于忍 忍不住了 火烧功德领 掌握情绪 才能掌握自己跟学生的未来 所以这个忍入是能保持 而且六度 它是一直提升上来的 没有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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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没有静静了 静静不了了 进步不了了 那就没有禅定 没有般若了 那我们都知道 要修忍入了 要修忍入了 怎么修啊 养兵千日 用在一时 真的 逆经二元 现前 我们平常都是佛号 提起来 一起情绪了 马上 观照道 赶快 阿弥陀佛 把他服下去了 所以克念 克制住 称慧 妄念 很重要 所以我们张老师 功夫不是下在外面的人跟事 那个是织末 下在我心地的功夫上 治天子 以治一苏人 一是皆以修身为本 修心为本 我们别干那个 本末倒置的事 我们从事教育工作 我们也要物本 心是我们的根本 我记得 我第一年当班主任 这个学生听我 聊了不少传统文化的内容 刚好有一个机缘 那六年级的孩子 男生女生 都发育得比较早 好几个男生 都比我高的都有 那女孩子更不用说了 他们的思想都有思维能力了 刚好很巧 聊聊聊 谈到找对象了 那些女同学谈出来 让我感动得不得了 可能他们就不会被寒流给卷走了 寒流大家知道 今天跟一个同事 在聊天 她六十多岁了 女士 她说我们那个年代 找对象 找什么了 很稳重的 找呢 你一接触她 就觉得很有安全感 诸位忍者 你看现在那些小女孩 喜欢的那些 一看到就尖叫的那些人 有没有安全感 不能怪他们了 怪我们了 我们有没有教她 怎么判断 你看 唯德学 唯才艺 不如人当智利 你看她建立起来了 她就有正确的价值观 她就不会找错对象 方以类聚 物以情分 互相招感的是同磁场的人 落衣服 落饮食 不如人 物身旗 这些外在的物质 甚至是美貌 她没看那么重 我当时一听 我当时一听 韩国的父母 他的孩子18岁了 送他什么呢 你们知不知道 我当时一听 闻所未闻 送他 一张 整容的 这个 可能是VIP 还是什么 我不知道 真是阿弥陀佛 你说你看到这一幕 这个孩子的人生还会快乐吗 他人生的追求是什么 外在 容貌 我看他整完了 可能看几天又不满意了 再来 老二上说的 这个叫 破坏自然景观 你看我们破坏山林 泥石流 土石流 就会回来了 我们今天破坏自然景观 会怎么样 三年五年 他就开始发言 会怎么样 我讲得有点太激动 这个定 阿弥陀佛 现在外在这些 错误的价值观 充斥在 整个媒体 社会风气 你看我们的孩子 在其中 所以教地址规 教做人做事 十万火急 刻不容缓 我跟那三个小朋友 聊这些 他们都能听懂 我是看他们的眼睛 眼睛是灵魂之窗 有没有听懂 其实看得出来 跟我相聚了三天 要走的时候 那个眼神 依依不舍 我又忍住了 不然我也有点 快要掉眼泪 要稳住 这些孩子 那样的年龄 听这些会听得相应 那过去真比我有善根多了 要好好栽培他们 这个 孟参长老 这个也是一个 转境界的高僧 被关在监狱里面几十年 你没功夫的人 就郁闷的要死 甚至可能都出不来了 就在里面 就走了 活到一百多岁 他也是专攻华眼 他有讲华眼 你看人家在里面修行 没有被境界转 他曾经 讲了一段话 我印象很深 这个长老说 一个人 看清楚了人生最后一刻 再来经营人生 可能就不一样了 其实我们可不可以 引导学生 看清楚人生最后一刻 可以了 其实小学生 他的生命当中 也在面对生死 他的亲戚朋友 这个也是应激教学 他就遇到这个情况了 看清楚最后一刻 现在人大部分在医院里面 这个都可以启示的孩子 你看在医院里走 心情怎么样 你这一念 会决定你来生 当然 我们老是要看 在学校里面 能讲到什么程度 我们自己拿捏 我们自己拿捏姻缘 不能到时候 你阿弥陀佛讲太多了 人家家长是天主教 基督教的 这个大家也不能攀缘 看着办 当然有机会的 这本身 你看 这个在鸿鸣小学 他们 开学 给李炳南老师鞠躬 给佛 礼拜 那是他们的因缘 当然 佛门的道理 你把佛的字拿掉 宇宙人生的真相 你讲了 不要让他误会 谁都能接受 我们当初一开始 弘扬传统文化 讲的也是老上教的 可是我们不用佛家的词 用儒家的词 都是相通的 没有任何人反对 好 那最后一课 学生可能在看电视 也看过了 双手双脚 包含头也是一摊 一摊 什么都带不住 学生看清楚没有 我们看清楚没有 其实老师在讲每句话 在讲每个故事 最重要的是 传递他的心念 他的心光 真的有光 不是没有光 你看 这个 善导大师 他念一句佛号 就一道光出来了 一尊佛跟着出来了 我们用真心恳切的言语 我们的真心留出来了 画放光 我们真心的一个安慰的手 贴在学生的背上 放光 你真心的一切言行 放光 所以我们对整个这些宇宙人生真相 体会很深 你在跟孩子谈生死的时候 孩子能感受到你的心 看清楚了 什么都带不走 同学们 既然什么都带不走 假如我们人生几十年就忙这些带不走 大家觉得有意义吗 我们不能说 几十年忙 通通带不走的 一点意识都没有 这叫强迫人家接受了 你看老师讲话的心境态度 也很重要 我们是开耳福达 开是启发不是硬灌给人家的 而这些言语都从我们不强迫 不控制要求别人流出来的 所以怎么讲呢 那还是心地是根本的 那既然心地是根本的 那我们当老师的 每天花多少时间调我们这颗心呢 我们要用定会 去教学 佛门说定会等词 有定了 不及情绪了 有会了 应激机会教育了 那心要修定会 那黄念导说的 定须习也 要练习 习定 假如我们教学 就觉得每一天像打仗一样 这个定 不容易提升 假如我们每一天 定下来半小时 一切莫管 自聚分明 用实念法 一字一句念清楚 听清楚 心就定下来 收射下来 所以习定不能少 不然我们的心定不下来 我们很有心要利益孩子 可是就感觉 好像在一个恶性循环当中 不想起情绪 控制不住 会虚文 我们在教学的第一线当中 常常有灵感 有智慧 抓住机会点 引导学生 那我们要修慧 那我们要修慧 慧怎么修呢 听经文法 每天 开车上下班的时候 要拿着播经机 或者在车上播放 老师上讲经 一直熏习 你真的教学的时候 很自然 就会有灵感 那这个 引导学生 什么都带不走 那请问 什么是带得走的 而且那带不走的东西 你还有智慧 你那带不走的东西 结果一流 殃及子孙 这个前字怎么写 顺便把 中国字介绍一下 前 左边一个经 右边两只刀 这个钱处理不好了 兄弟操割了 打起来了 台湾有一个企业家 这个都是 社会实际的情况 可能孩子都知道 马上 信手拈来 古今中外 这些司令 可能你再讲 老师 我知道 那个人叫什么名字 他可能有看到新闻 走了 子孙财产摆不平 棺木三年下葬不了 你说这么聪明 事业做那么成功 你看 面对这个 处理钱的问题 就灾了 搞得自己三年不能下葬 子孙 争吵不休那么长的时间 所以这个 什么是真正留下来 又不会有祸患 基善之家必有余患 留英德 看孔子 辟佑他两千五百多年的子孙 那什么带得走呢 你所做一切善带得走 你积累的功德带得走 你看 普贤行 这个功德大 你的身体快坏掉了 身体带不走 家庆眷属带不走 你的地位 财富都带不走 身体都带不走 身外之物怎么可能带得走 但是你普贤行的功德 它会带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普贤菩萨行愿平安 就有讲到这一段 好 所以我们这一生 我们行的善带得走 我们的道德学问 才能带得走 这些都是服务他人的工具 你看黄庭坚 这又是一个故事 二十四孝之一 你看他梦得太清楚了 就去找自己吃芹菜面的地方 就找到他前世的妈妈了 他前世十八岁 少女的时候就去世了 很喜欢写文章 结果 那个文章都锁在一个地方了 他妈妈也找不到钥匙 后来他就有灵感了 找到那个钥匙打开了 看前世写的文章 跟这一世差不了太多 所以道德学问才能是能积累的 我看到一些年轻人 那毛笔一拿起来 很快就写得很好了 当然我没有忌妒 我只是觉得 哎呀 有点 羡慕 这个都过去生人带来的 这个带着走的 那我们看 老和尚也表演给我们看 学东西 为众生学 我们老师假如觉得 我多懂一些做人做事 我的学生就早一天得力了 这就变动力了 老和尚也在表演给我们看 老和尚观察到众生 从小就学科学 所以对科学很信奉 所以老和尚讲 这个大臣经教 一坛子三十二亿百千年 用什么来讲 用量子力学来印证 能量物质信息 完全跟佛教讲的 佛法讲的 一模一样 三千年前 佛就说了 量子力学 这算是很前卫的科学 老和尚讲的 很专业 我都看老和尚让弟子们 找到这些资料 很用心 在看 在学 这让我们很感动 很佩服 为了众生什么都肯学 只要能让众生 更相信佛法 更得利益 老和尚为了带动 宗教之间的团结 互相学习 这是救这个世界的药方 你看 去讲 伊斯兰教的这些经典 人家天主教 修女邀请 老和尚去讲玫瑰经 带动 我们当老师 也要带动 同学之间 互相尊重 宗教信仰 互相尊重 族群 你说 教导这些 和睦相处 平等对待 互相尊重 是长大教的吗 小时候不教 那个时机点就 没了 诸位忍者 台湾名脸要选举了 我们要先教 互相尊重 不要又被政客利用 把小朋友 这个思想观念 都给误导了 这是机会教育点 我听说台湾 在家里面 不能谈宗教 不能谈 政党 不然电视都会砸掉 太恐怖了 革命尚未成功 我相信孙中山先生看到这个结果 很忧心 同志仁虚努力 今天时间到了 就跟大家先交流到这里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我相信 我相信 对 感谢观看